下一套不如說你有看過一套吧 只要你說你愛我 這套是好看的 又是一套我比較金貴推介的小禮版 我想閃死你 我也是說同一套一個漫畫連載的 但這個我沒有看 同一部漫畫雜誌連載 但我只是看這套 沒有看過龍奏怪圖的漫畫版 其實故事 我覺得漫畫版有些地方會比動畫版更好 但我聽阿伊巴說 有些位置動畫版比較好 有些位置需要玩 其實很難比較 所以這套作品可以補回漫畫版看 但我覺得動畫也不錯 有些故事是簡化了 我有時候懶得記它的名字 因為這些作品的名字都差不多 於是我就經常叫他 很想閃死你的那套 類似的東西 即是金貴那套 很想閃死你 只要我想閃死你 但問題是甚麼 其實我這個叫法上去我方便 就不可以配合到一個題目 即是我已叫這個名字 因為它不是給你一種很閃的感覺 即是對比下去 即是它比較算是走達神型那一套 是的 它也會同時反映一些中學學生的 內心的或者社交上的問題 它會帶出來 即是不會絕對是一種好閃的 當然啦 你說男女主角的配對 都幾始終如一 但當然會有些內心交戰 低潮 Factuation 會有的 很多時間 其實它可以帶出 就是說 他們身邊的人慢慢 即是怎麼說 RPG加入同伴 加入夥伴 其實他們身邊的人 怎樣再結成配對 其實這句話 你可以說是很RPG的方式 很老套 但反過來來說 因為女主角 Tazibana 她本身是說她沒有朋友 她不需要朋友 她覺得 油水不過 很fake她 那些 因為男主角 拍拖子拍拖 朋友圈子開始擴大 所以 她的朋友圈子擴大 然後那些人 再拖多一件子 拖多一件女子 然後慢慢擴大 其實你可以說 加入同伴 但另一方面 也可以說她的社交圈子 這個效果是兩樣做到的 她可以帶到其他支線的角色 去有另一種戀愛 或者另外一些東西 即是你不要男女主角太搶 另一方面 也可以保留版 最基本的東西 就是女主角 確大過社交圈子 所以 動牙版暫時做到 都很persistent 很流暢 這方面 跟一個這樣編故事 有個好處 即是當時 即是之前 大家看到 他的缺點 主線的一批角色 太閃 對 因為故事 他們兩個在一起 就故事完結了 但作者就不能被他們完結了 他們兩個就拖拖拉拉拉 很久都不知道為什麼 但這套是不同的 因為他們有很多批配隊 今次說這批 下次說另一批 下次又說另一批 那你故事 至少不會悶 而且可以發展下去 其實這個是很有案件 我回想問 他漫畫現在的人數 九隊足球隊沒有 開玩笑的 不 因為教員會說到 黑澤大鑼的 那邊 那邊的情況 即是他親戚那邊 即是戴安拉基出來 遊樂場的哥哥 即是他有一次接近後段 11、12集 戴安拉基的遊樂場 有個哥哥帶過去 那一部故事 他跟他的女朋友 即是 即是阿海 即是阿飛 不可以叫飛機頭 因為金毛掩起的頭 很喜歡吃麵包 很喜歡買麵包 很喜歡吃甜麵包 很喜歡吃甜麵包 和遊樂場那個 其實應該也有第二季 應該有 你沒理由 你會有這套 不過他這樣說 應該都是月刊年賽 通常這類 就不是周 所以應該都要等長一點的時間 他可以叫做第二季 我不知道如果有兩個 有應該夠量的 但文坦本做了一件事 當然是 看DVD銷量 應該都可以的 但是 你說女性向作品方面 他的回響性 是不是很划算 我就不敢說 雖然 不是黑子什麼女性向的 對 很難說 所以我就說 因為黑子太強 所以你看到市場 或者其他方面 很難對比這套其他作品 因為有一個太主逆的 現在 這個是問題 有一個太主逆的 我可以找你 那天 可樂 你不斷 你不斷